那集回來之後 甚至有經過 怎樣的調整事 其實到現在我都還覺得 不大正常 佑昇南極後遺震 那裡不靈活 整海局退大落坡有先說 太好女婆就回來了 我會 我會一直回來 這樣子 這樣子 你都在汙衣面 我們的極限冒險 佑昇去年完成 南極昌正後 時隔三年多重返戲劇 客船女兵系列新劇 女力報道 那集回來之後 甚至有經過 怎樣的調整事 其實到現在我都還覺得 不大正常 我其實覺得 怎麼個不正常 就是一些肌肉跟關節 因為在那個急凍的狀況下 其實我知道我身體有一些 不正常的反應 譬如剛睡醒我所有關節會超級痛 會不行 不是像現在到現在都 某些部分會覺得 沒有那麼靈活 為什麼 你怎麼呢 真的好一段時間 多久 三年多 我是飾演一個居家枕療師 聊天的療 就是專門看 枕療 對 那枕一個枕枕頭嗎 不是 這個好像 枕你的枕 枕頭 有一點像收納達人 但是 我會看他房間的狀況 去瞭解他的心 會很常當朋友的 枕療師嗎 其實會 但我的枕療的部分 比較是夢想的部分 對 就是你真的有什麼 好適合 就是有夢想 或是你現在人生卡住 就是有前進不了的東西 我會比較會解釋 嗯 我會推坑啊 我會推坑啊 因為又可能有推坑老公 生小孩 我也覺得 我剛剛也在想應該是生小孩 對 他完全沒有計畫要生小孩 其實他還是有 就是 後悔過這樣 天啊 你為什麼幫我帶到這個 田地這樣 這問得好detail喔 對阿 這種事 就是 就推倒啊 這種 他有沒有完全沒有 他連結婚都沒有 都不想結婚 哇 今天也沒有說服 就直接推倒了 沒有 你不要這樣 我有經過溝通 我有經過診療 診療 診療 我有經過 對 我有經過 我有經過診療才推 沒有就危險了 完全不尊重女性 你們不要這樣